他有需求 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 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两个月 你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这个问题很荒唐 都像你的话天下大乱了 这是你的品质有问题 视频中这个强迫女友导致流产 枪声主持人还振振有词的人是小王 那么他为何会问出如此无脑的问题呢 连台下的嘉宾老师 都忍不住怒骂眼前这个没脑子的男人 这家伙不顾你怀孕 只顾自己 你忍不住你的授欲吗 所以你只有授性的一面 没有人性的一面 你居然说你能做到吗 他居然还很严慈找到你能做到吗 他是人 所以他能做到 你不是人 所以你做不到 还好意思在这问别人 好家伙 做的是根本不是人做得出来的 也难怪图雷老师会如此生气 经了解中得知 今年29岁的小王是个在PTV里的小职员 和25岁的小曹相恋两年 在这两年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就在不久前 女友小曹突然提出分手 这让小王根本不能接受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会闹到如此地步 小曹说出了理由 他总是背着我藏钱 藏私房钱 就拿上次我来说嘛 我妈妈不是到重庆这边来玩嘛 顺便帮我们收拾了一下房间 他一回来就到处问 你收拾的东西到底扔哪去了 然后妈告诉他还在阳台没扔 他就跑过去到处找到处翻 从什么鞋盒子啊 我连袜子里面都找出钱来 我就看着很气愤 小王承认自己确实有藏私房间 可同时他认为藏钱是为了给女友过更好的日子 不仅如此 他还觉得自己要是不藏钱 钱都被女友败光了 他甚至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到女友身上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之后 然后他就没什么工作了 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笔钱 开了一个服装店 刚开始的时候呢 金银还可以 然后后来 不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吗 然后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剧 一天也不出门 后来因为经营不散导致电闭关门了 面对男友的说法 小曹回答的斩钉截铁 他认为就是男友让自己太累了 自己才回家躺着不看电的 而紧接着 他再次为自己好吃懒做找各种借口 后来都没有生意了 如果我再不把电转出去的话 那是不是全亏了 我最后还不是给你剩了一点吗 他投了多少 你剩了多少 投了大概十多万吧 转出去之后还有三四万块钱左右 小曹认为没有血本乌龟 已经是给男友最好的交代了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没想到男友接下来再次爆出的一件事 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又给了他一笔钱炒股 刚开始的时候 我给他说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然后买哪一只 然后刚开始他都听我的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不听话 他就制作组装 我买的时候不是后来也拿回钱给你了吗 也挣了钱给你的呀 那如果你听我的你会亏吗 会亏钱吗 那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我也不想这样对吧 不难看住 小曹有史之中都认为自己并没有过错 前面三番四次亏钱不说 完全不懂投资 还不听男友的意见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他甚至认为这些都是男友的问题 他后来就 每个月就只给我一千块钱的零花钱 然后信用卡再什么都给我停了 也不让我用 显然 小曹认为自己才是委屈的那个人 男友给这么少钱 就是不爱自己的表现 可就在这时 男友再次说出了一番话 让众人感到震惊 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 他说 他看上了一件那个貂皮大衣 让我给他买 我开始答应给他买 然后后来说三万多块钱 我这么贵 我怎么可能给你买 他瞒着我 抓了我信用卡里面三万多块钱 当时接到那个短信 我就疯掉了 我马上就跑回家了 好家伙 三万块钱一下子就刷掉了 不难看出 小曹根本就是只会捣迷的人 完全不会赚钱就算了 赖在家里不工作也忍了 这样大笔大笔花钱 就真的难以说得过去了 而随后 他竟把所有责任 都推卸到男友身上 但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吗 反正谁不想要一件 那样的衣服吗 那有钱的时候 我还是肯定会可以买 现在没有钱了 没有钱 你投资我信用卡 三万多块钱 我怎么办 那我这件事情后面 不是给你道过钱了吗 那道钱有用吗 那钱都没了呀 而紧接着 女友也向主持人告状 他表示 男友天天三更半夜回来 更是瞒着自己 偷偷在和美女聊天约会 这就更让小曹接受不了了 于是 小曹便安排自己的闺蜜 去试探自己的男友 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 然后加他嘛 试探下 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 他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说他有 他有需求 听到这话的所有人瞬间震惊不已 可小王却早已找好了各种理由推卸 他还认为这是女友对自己的不信任 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呢 怎么怎么 我也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这样撕探了一下才知道的呀 那我什么样子你不了解嘛 对不对 那但是那段时间你回来对我的态度真的让我 那因为那段时间我工作忙啊是不是 你再忙你回来我怀着孕啊 总应该关心我一下吧 好家伙 女友怀着孕自己竟在外面偷行 还找各种借口演示自己的罪行 就在这时 主持人突然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后面怀孕的孩子是怎么掉的 后来孩子是因为 就那次他晚上回来 喝多了有点 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 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 因为那天晚上去 道歉有用嘛 道歉有用嘛 孩子都没了 当时小曹哭得声嘶力竭 他怎么都想象不到自己的孩子 会因为男友的这番禽兽行为 永远的离自己而去 面对女友的说法 男友小王这边 还在不断的哄骗着女友和主持人 还口口声声称自己还是非常爱女友的 就想留下他 你爱他 对 你爱着他跟他好姐妹暧昧 没有 约了吗 约了 好家伙 约了 一句快问快答 不经思考的提问让小王暴露了真相 之前所有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眼看谎言被拆穿 小王竟口不择言地挑衅主持人 这究竟怎么回事 好家伙 这样的话竟是从小王口中说出 把犯的所有责任都推卸走 这都算了 让人疑惑的是 明明小王已经是个29岁的成年人了 为何说话做事从来都不经大脑呢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嘉宾老师再也坐不住了 显然 小王就是个没有脑子的东西 前面做的种种事情 都可以说已经最大滔天了 还在舞台上各种挑衅嘉宾和主持人 对于两人的问题 嘉宾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 嘉宾老师一眼看穿了小王的把戏 要是真的爱女友 就不会有那种禽兽版的行为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而紧接着嘉宾老师继续把矛头指向了小王 你来试图挽回他 你是想挽回自己发出的那些钱换来的工具 还是来挽回爱呢 你们之间有吗 如果有爱 你就不会刚才问出那一句 当你心中有爱 你就知道自律 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显然 嘉宾的问题让小王感到十分难受 而随后 一旁的徒雷老师早已按捺不住 一上来就是怒斥面前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持强凌辱 所作非为 认为我养得起自己的女人 我并可以持强凌辱 所作非为 我因为我养得起你 所以我可以在外面约 我也可以在你不愿意的时候 甚至怀孕的时候 来发泄我的兽语 这不是持强凌辱是什么 看来小王不仅仅是为了发泄自己的兽语 更多的是从来都没有尊重过女友 说到这 小曹也是百般难受 十分委屈 而紧接着 徒雷老师继续怒斥眼前这个禽兽 当男生问赵老师那句话的时候 我人都变得震惊 当你爱你自己爱人的时候 你真爱他的时候 你忍不住你的兽语吗 所以你只有兽性的一面 没有人性的一面 你居然说你能做到吗 他居然还很严慈找到你能做到吗 他是人 所以他能做到 你不是人 所以你做不到 还好意思在这儿问别人 小王做的种种行为 确实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只能说徒雷老师骂的太对了 太敢说了 可就在这时 徒雷老师突然把矛头指向了小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家伙不顾你怀孕 只顾自己 你不感觉到绝望吗 一个对自己有爱的男人 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吗 你的自尊在哪里呢 是你自己把自己践踏在脚底下 徒雷老师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 一个巴掌永远都是拍不响的 造成现在这一切小曹并不是没有责任 是他有始至终都没有尊重过自己 显然 这种事如果是你爸妈知道 他们该有多幸福 所以其实说句实在话 你们俩上来出现这种没人性的事 这根本就不是爱情保卫战 叫人性维权战 这根本不叫恋爱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听完图雷老师的这一番良言禁句 瞬间恍如隔世 恍然大悟 事已至此 那么两人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这段坎坷的爱情又是否能延续下去呢 我们拭目以待 请开门 事情发展至此 结果已经很清晰了 两人双双回到舞台 但我们细心的人会发现 从他们转身出来的那一个 图雷老师就已经转身离开了舞台 因为图雷老师知道 女孩又再次回到了自己那个枷锁中 再次被这个男人哄骗了 但无论怎样 我们还是送上祝福 毕竟 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希望小王能为此改变 不要再做这些禽兽行为了 最后 对于两人的问题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意 我们下期再见